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在这里叫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8月6号 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 聊聊中国的房地产 恒大呀,又有新闻了啊 8月5号,中国恒大发布公告 称啊,2024年3月22日 清盘人以中国恒大的名义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 针对三名被告展开法律诉讼 即水家印公司前行政总裁夏海军 以及公司前首席财务官潘大荣 同时,该诉讼逐步发展至加入其余四名被告 即水家印的配偶或前配偶 你看你搞笑啊,这可是公告啊 水家印的配偶或前配偶,丁玉媒 意思就是说,他水家印跟丁玉媒离婚没离婚不知道 所以说配偶或前配偶 以及三间与水家印及丁玉媒有关的实体 在该诉讼中,中国恒大寻求向七名被告收回 公司根据其声称误报的截至2017年12月3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指各财政年度的财务报表支付的股息及筹金共60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427亿 什么意思呢?这个我给大家翻译一下 也就是中国恒大,它现在是由债权人在控制 就是大股东啊,不是许家印吗? 以及对吧,他的关联公司 这个他们已经无权控制这个中国恒大了 因为这个中国恒大已经进入这个清盘程序 由债权人来操控 那这个叫清盘人呢 他根据这个财报啊 从2017年到2020年12月31日这三年期间 给股东主要就是许家印 以及他的前妻或者是现在的妻子 丁玉梅 还有其他的公司啊 分红的钱 然后这个夏海军 对吧,还有这么潘纳荣 一个就是首席这个叫行政总裁 一个是首席财务 给他们发的工资也得追回 分红追回 这个大家知道吗 对许老板来说 那是叫 只字多了不养 债多了不愁 反正他也解决不了 对丁玉梅来说呢 你机关算计 转移财产 没有用啊 这个天天看我节目的 是不是我在恒大刚爆雷的时候就说过了 对吧 你这眼花缭乱的这些事情 没有用 中国的这个企业家 一般的他都会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包括他的配偶 甚至他的儿子 不是你离婚 就可以逃避这个债务 你逃避不了 当然了 没得执行那另外一回事 就是说他下面找不到财产 财产不知道在哪 但是官司是要打的 那这个对老板啊 许家印和丁玉梅 这也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他们是老板 怎么赔的应该 对吧 以前吃进去就吐出来 反正这两人呢 他已经破产 许老板在登缝约机嘛 比较惨的就是 夏凯军 以及这个潘大荣 恒大爆雷的时候我就说了 这个夏凯军啊 日子好不了 很多人说夏凯军你看 又在股票套现 套了多少亿 对吧 又是把房子卖掉 又是年薪多少亿 苦了这个恒大的投资人 苦了恒大的买房的 苦了恒大理财 这些投资者 自己逍遥法外 对吧 我一直说啊 这个夏凯军其实最惨 他打工把自己打成破产 也不容易 大家只看到他官先的一面 不知道他背后背着多大的债 对吧 他在恒大上面套现啊 就卖恒大的股票 他那钱大部分都投到什么 恒大的一个什么 叫什么恒车宝 还叫什么 房车宝吧 如果说夏凯军没好日子过 那他这个首席财务官潘大荣 那是更惨 他不仅要退这个 这三年的薪水 而且恐怕还有很多赔偿 等着他 大家还记得吧 这个中国恒大 把恒大物业的 147亿 给他占用了 就是恒大物业自己收的物业费 147亿放在银行 拿这个存单做抵押 然后中国恒大的其他的关联公司 在银行贷款 贷款有抵押啊 那抵押物就是恒大物业的这个 物业费 147亿 结果中国恒大是还不起银行的钱 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那银行就把你这个存单 恒大物业的存单给没收了 直接把钱花到银行 就算是替中国恒大还款 那你说谁是受害者 恒大物业啊 而这个事情跟潘大荣就有关系 所以后面恐怕这个恒大物业 还要起诉潘大荣 夏海军肯定更跑不了 徐老板呢 起诉的人多了 不在乎多一个 说的是夏海军和潘大荣 他们是打工的 以前好的时候叫打工皇帝 现在呢 算是最惨打工人 肯定是要破产 当然还有其他的被告啊 这个咱就不说了 大家知道这个 你吃进去的钱 吐出来那是最难受的 这里面还有个个人所得税 就你拿了一百万的这个年薪 对吧 你交税可能交四十万 你自己只得六十万 退的时候 又得给你退一百万 不破产也得破产 还有啊 对吧 很多人把这钱都理财去了 要么借给恒大 要么买恒大的股票 要么买其他的股票 要么买房子 这个钱他总不就是 像咱们村公行 所以这个时候你让他退钱 他就卖房子股票 卖车子 这还退不完呢 如果再加上赔偿 对吧 告了他 你还得赔多少亿 那基本上勇士不得翻身 我们再看看这啊 叫新立地产被强制执行1.3亿 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 近日 新立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及旗下上海利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执行法院为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新立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7年3月 风险信息显示 该公司现存70余条被执行人信息 被执行总金额114亿元 据说这个新立地产好像已经躺平了 老板都不知道跑哪去了 这个久未露面的这个太和集团 又上新闻了 这叫太和集团因财务问题 遭深交所书面警示 8月6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太和集团 股份研究公司发出书面警示 太和集团曾在应付利息计题不充分 及投资性房地产公用价值计量不准确问题 这些问题违反了相关规定 神交所因此对公司亦以书面警示 并要求公司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及业务规则 这个太和集团还是趁早退市吧 不要留在胡适再害人了 也害人不浅 还有个大新闻啊 这个央企啊居然也缺钱 美日经济新闻报道啊 说中国铁建旗下多家公司成为被执行人 被执行人就是老赖啊就是欠钱啊 中国铁建节控股公司 呈失信被执行人背后 连锁债务令小微企业 央企与业主一起犯难 破局关键是三方协商还款 今年4月中旬 美日经济新闻部调查稿件 中国中铁旗下部分公司登上失信或先告名单 业主方支付进度缓慢 记者经过长期调查发现 中国中铁商业公司啊 指601390多家控股公司 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或限制高消费名单 而被拖欠的企业多为小微企业 拖欠金额在几万元 数十万元 甚至百万元 这是中国中铁啊 你想带中字头的加中国的都是什么企业 自今年5月开始 美日经济新闻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另一家中字头央企 中国铁建601186 与中国中铁存在类似情况 多家间接控股公司 被列为失禁被执行人 以及被限制高消费 多位中国铁间接控股公司相关人士 向记者表示并非故意拖欠 而是涉及业主方欠款的三方债务 部分诉讼案件存在争议等多种复杂情况 公司积极与小微企业谈判相关付款方案 最近看着了转向行动 公布了投诉电话接受监督 说的好听啊 就是没钱了 没钱给不起 这个小微企业跟央企业 你怎么对抗啊 只能听人家的 人家说给就给 人家说不给 你只能等着 当然了 有的小微企业一怒之下 把央企告上法院 也可以 从这个新闻就能看出啊 这个央企有房地产的 现在也慢慢的啊 就问题浮现出来 就是缺钱 你看中国中铁 中国铁建 它是建筑施工单位 哎 他们也有自己的房子 他也盖房子 他也承接别人的房子 项目 咱们一直说啊 只要韭菜不买房 无论你是什么企业 什么性质的 都得爆雷 只不过先后顺数不一样 第一批爆完了 现在第二批 对吧 第二批爆完 就轮到央企 说一万啊 就是你房子卖不掉 对吧 你资金没有办法回笼 资金没有办法回笼 你就还不起这些贷款 你就没钱发工资 你就没有钱 给这些供应商付款 这个媒体报啊 说新快报啊 报道 说8月6日 一份概由 广州市花都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红章的 广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 若干措施的通知 明确 非广州户籍 在花都区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 可以领取花都人财绿卡 并且凭借人财绿卡 即购访合同 享受区政策性照顾入学待遇 新快报记者就文件内容 咨询花都区宣传部 相关工作人员 对方表示文件内容属实 正在走发布流程 通知明确 除了买房 想花都准户口待遇外 还将在花都区大力推进房票安置 即在花都区实施拆迁补偿时 增加房票补偿方式 供拆迁人选择 什么意思 就是你外地人啊 你在广州的花都买房子 那么你就享受这个花都准户口 也就是花都什么人财绿卡 这个事情进步啊 但是说实话 这个进步啊 步子太小 你广州市户口 又能怎么样 到底有多大吸引力 你还这样搬遮搬眼的 人家在你花都买了房 你还给人家一个准户口 人财绿卡 你这不扯吗 除了北京上海 其他的地方都应该放开 对吧 就是你想落后哪就落 你买房子能落 不买的租房子也能落 对吧 你户口可以随便签 上海啊 对吧 给个十年的过渡期 十年以后 对吧 也是可以随便签 实际上很多城市户口早就放开了 所以说啊 广州这个买房送户口 还是准户口 这个像个鸡肋吧 失之无畏 弃之可惜 这个 517以后啊 甚至517以前啊 很多专家就传 建议让政府收除那些开发上盖好的房子 做保障房 但是现在已经啊 三个月过去了 也没什么动静 这个21世纪经济报导啊 他今天发表一篇文章叫 多地发布存量房收购细则 能否搅动一堂池水 他说目前啊 已有多座城市出台存量商品房的收购细则 据中原地产研究院统计 截至7月30日 全国各地已有超过60个城市出台了各种内容的地方 让政府或者国企收购存量住房 用作保障房的政策 并对收购房源面积段 收购价格等作出规定 官方积极的作为之下 市场能否被拖起 预期是否会因此被扭转 韧带观察 他说啊 如何确定收购的房源与价格 根据中指研究院统计 各地对存量商品房收购的房源 大致要求是 已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证明 单套建筑面积多要求在120平方米以下 部分城市要求在70平方米及以下 房源全属清晰且可交易 周边交通便利 配套设施完善 满足一定车位配品 优先嫌取整栋或整单元未受 可实现封闭管理的楼栋项目 你看看啊 这么的条件同时具备 那你说还有多少这个房子可以买呢 又是竣工 又是不能有抵押 可以交易的 对吧 又是整栋楼 或者是整个单元能够封闭 然后交通它的方面 对吧 你这么一筛 估计符合条件的已经不多了 而在收购价格方面 多数城市要求以同地段保障性住房 重置价格作为参考上限 什么叫保障性住房重置价格呢 就是说保障性住房的土地不是划拨的吗 便宜 土地成本便宜 土地成本加上建安成本 建安成本有的地方是3000亿平米 金庄修4000 跟各个地方标准不一样 土地成本加上建安成本 再加上5% 利润 就是你开发商可以有5%利润 这个来确定你的房子价格 这个华泰证券 根据各个城市的细则 并参考西安福州保障房 将以同区位山品房价格5折左右进行配售的情况推算 按照保本威力的原则 未来部分城市可能将收处房源的价格上限 设定在同区位山品房价格5折以下 一位中型房企投资拓展部的人士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日表示 按照他们推算5折收处将会是一个比较平均普遍可以接受的价格 大家知道啊我关注这个收处这个咱们谈过好多回 我认为收处这个你很难推进 对吧就是道德风险 就是说你政府收开发商的房子依什么价格 你收谁的是不是一视同仁 对吧我是不是收万科的但是恒大的我不收 还说你只要符合我的标准条件我都收 对吧这是一个吧 那有的地方政府他收国企的民企的不收 收国企的那就相当于左口袋倒到右口袋嘛 这还得解决自己亲儿子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价格 你以什么价格收 你看这个专家测算啊 收产价的五折 政府以市产价的五折收开发商盖好的房子 那请问谁占便宜了 政府占便宜吗 开发商占便宜吗 把这个也搞清楚 专家说双方都没占便宜 这个价格比较公允合适 那问题就来了 那开发商既然五折卖没亏 那他为什么不五折卖个韭菜呢 直接卖个韭菜不挺好的吗 为什么多次一举也卖给政府做保障房 你想想啊 你现在那个地方房价是一万 开发商说新房五千卖 那些甘薛房他不会买吗 他打五折啊 对吧 你没政府政府再去卖又卖不掉 那为什么不直接卖个韭菜 你看看 这是不是脱裤子放屁 多次一举啊 这个他的根本逻辑就是 政府把这房子一接之后 他不见价 他就要维持这个楼市的价格 对吧 你如果说五折卖个韭菜 那就相当于整个楼市价格就塌掉了 都得报价 那言下这些政府含泪啊 把这钱给赚了 不赚不行呢 你说这叫什么事 咱们一直说啊 你就发购房券 对吧 政府承担20% 开发商承担20% 你就六折 直接卖个韭菜 优先卖个韭菜 对吧 等韭菜买不动了 你说再去政府收 这个文章说啊 难点在哪 说存量商品房 收购用于保障性住房的建设 被认为是去库存重要方向 从房企的反馈来看 多数房企对政策的反应偏向保守 你想你要是开发商 你也会考虑啊 我为什么五折卖给你啊 房子都盖好了 这个预设证也有了 那五折卖给你 我是赔钱呢 发商那个地方比较偏 郊区 他愿意五折 我这在市区 我这为啥挺好 附近还有地铁 配套比较全 我也五折卖给你嘛 卖给你的都是我卖不掉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我自己能卖掉的 为什么卖给政府 五折卖啊 因为龙头房企市场研究部人士 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说如果是城市能及不错的城市 这类城市五折以上的价格 放在市场上也能够卖掉 房企被收购的意向比较弱 你看看 就是我说的 五折我不如卖个韭菜算了 而如果市场价已经到了五折 或者以下才能出货 这种城市 即便有大量存量商品房可收 官方与企业也会相对谨慎 因为虽然有中央拨款 但地方也需配资 还是需要一定的资金 而且考虑后续运营 说到说去就是钱 地方政府也没钱 因此 收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降低存量规模 但能否带动市场情绪 任意待观察 这其中房企主要关注的是 整体的收购规模仍然较小 根据央行发布的数据 截至今年6月底 3000亿保障性住房 再贷款余额为121亿元 上述龙头房企人士称 收储的总规模 目前来看还是比较低 而且收购条件也很难匹配上 就比较苛刻啊 很多要求70平方米左右 这两年房企这种产品本身不多 属于非主流产品 龙头房企就更少设计 也就是说 现在开发商盖房子都是100平米以上 120你要求70的 那个是过去 可共对比的是 以收储启动较早的郑州为例 郑州目前存量房收购的名单中 多数是公寓产品 例如宝能中心 华润置地旗下的时代广场 但是在收储的过程中 房企也在相应发掘一些机会 一家头部房企带建板块的人士告诉 21世纪经济报道 记得 虽然收购的规模 我们认为是配推车薪 但是也会关注带建 是否有合作的可能 现有项目在谈 因为多数国企收回来 他们并不匹配开发的能力 说国家收储 完了这个就能稳定市场 这个不知道专家怎么想 就是国家收储 它改变了房子的总量吗 它没改变啊 国家把这房子收过去 它也不是把它炸了 不是把它拆掉 国家收出去之后 它也是要卖掉的 卖给那些收入不高的 刚需房 这叫保障性住房 那作为这个收入不高的人 它符合那个保障性住房条件呢 他买了国家的保障性住房 他就不会再去买这个商品房 你看看 怎么就国家收储 就能控制库存呢 那国家把那房子 拿到时候不卖 说我就误着不卖 那这个钱谁还呢 所以说这些专家 以为政府有钱 政府把他房子一买 这个物在那不动 不忘卖不卖 那开发商使用房子就少了 少了就好卖了 价格就上去了 就稳住了 所以说收储 恐怕很难达到预期 再说地方政府它也没钱呢 它还得拿钱出来 所以估计 各个地方政府的积极响应 但是没有动作 雷声大雨点小 口号喊得真天想 我记得以前啊 咱们开玩笑 互联网上啊 说这个 给注目喇叭风 转电梯 还有什么 给长城 贴磁砖 这在过去啊 都是形容这个人吹牛 而且是毫无边际 但是你敢相信吗 给长城 贴磁砖 还真有欺人 这还是真事 所以大家 看下面一个 视频 大家好 我是长城 中华爱护功德榜 项目宣教授主任 石凯华 我实名举报 北京市13领特区 办事处党委副书记 聂有益 未经批准 在军官长城 文物保护区范围内 违法开展 长城贴磁砖的工程 伪造国家爱国公益项目 充当诈骗组织的帮凶 以每块100元成本的磁砖 冠以爱国公益 国家工程等标签 而收费高达8万到80万 军官爱情长城 被北京市文物局 依法取缔后 叶有益 收受某慈善爱国组织 负责人 曾某某 两台金牌轿车后 为其规避项目 审批监管 继续扩建 长城中华爱国公德榜 以爱国之名 行诈骗之实 截至现在 被骗人数超2000人 没法所得近两个亿 所有证据 都经公证处保全政绩公证 包括长城委建筑罚统治书 宣传表彰通知 长城贴词砖 收款标准 收款账户 视听资料 严谨地证明了 证明目的和戴政事实 之间的关联性 真实性 合法性 但是到现在为止 没有任何结果 在这个期间 我频繁地遭受到 某次上一部组织 争目我等人的打击和报复 各种网络 被有针对性的封锁 我保证以上 所说全都属实 并且愿为此 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我希望大家能够 持续关注此事 为国家的爱国慈善事业 形象 做一点微博之力 谢谢大家 你看看啊 人家是市民举报 真是给长城贴磁砖了 你说这是什么世道 是不是叫魔幻现实啊 以前的玩笑 现在居然成真 只有你想不到啊 没有做不到的 这里面又坚持到什么 慈善基金会 公益组织 所以这就是我啊 特别这个反感 什么慈善 什么公益 国内啊 打着慈善 公益的旗号的 我不能说所有的啊 全部 大部分恐怕都是以诈骗为主 好的 真正做公益 做慈善的 为主不多 所以说啊 谁要跟你谈慈善 谈公益 对吧 你就一口谈 吐到脸上 赶紧回去贴词说安全 现在啊 举着身份证 实名举报 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热闹 这个会不会马上 平台就要出规定了 禁止 实名举报 举着身份证举报 一看见就给你删掉 因为这个影响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的人 采取这个方式 好 这期节目啊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